各位,今天跟大家說的故事叫做《大唐遊合傳》 講的是唐朝李隆基在位期間,安史作聯 武林中的英雄豪傑為捍衛朝廷,和安陸山史詩民,以及他們的黨羽,展開的一場激烈爭鬥的武林故事 好了,閒話小題就言歸正傳了 話說在大唐天堡七年,即是大概公元七百四十九年了 這日是年初一,在來長安六十里外的一條山村有一戶人家,主人就姓史,叫做史日宇 這個人曾經在開源二十二年中過進士,即是他不願意在朝為官 未到中年,就回到鄉下引居了 鄉裡頭的人,見過他是個飽學君子 所以新年的年初一,一大清草,就來跟他拜年了 恭喜,恭喜,恭喜新年大吉,恭喜發財,恭喜新葬來見萬事如意 史日宇也照例,跟那些鄉人互相道謝恭喜一番,就相當熱鬧了 送走到客人之後,只見史日宇另了另一口,他嘆了一聲就說 喲,這樣的世道,又何喜之憂呢 話口未完,突然間從房裡頭傳來到嬰兒出世的叫喊聲 喳,喳,喳 喳,凍片被啪啪的炮掌聲混在一起 史日宇的臉上略都一絲微笑 他想,要講又喜的,那就是從今天開始多添到一個小孩 屋裡頭可以熱鬧一點就是了 他吩咐在石級前面燒炮腸的書童就說了 你收到禮品了,跟我拿四盒糖果去段大爺的家裡 請他過來喝兩杯,喳 是,史日宇這陣子的心覺得有點奇怪 哈,每年的過年,最早來跟我拜年的必定是他的 何以今年遲遲都還沒見他到來呢 所以跟印度一聲忽然笑著說 哈哈,老爺,老爺,不用他請了,那,那,那,你看 那個啊,那個不是就是段大爺來了嗎 跟著,就聽到有人一邊走,一邊高聲淫唱著說 節物風降都不相待 桑田碧海須而改 食時金戒白玉堂 即今為見青蟲在 積積繞繞繞,史子居,年年碎碎一藏書呀 幸有故人長相聚,黃雞白酒聚相知 始日宇聽完,卡卡聲笑著說 哈哈哈哈,奴照論的詩被你一改 到成到直徑之作 段興,段興呀,黃雞白酒,早已經庇好 代興一再,為何現在你才來啊 史日如所招呼的段兄叫段归章 是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 上貌粗豪是个武师打扮 史日如呢 真是个温文如雅的书生 从外表上来看 两个人不应该是这么熟悉的 但事实上 他们两个都是个 招致过重的好朋友 原来这个段归章不单止通晓武艺 斯文仲艺也相当不错的 他本来是个外乡人 搬到来这里都还未够十年那么长 史日如也未曾很了解他的来历 只是很敬佩 他为人胸襟里落文武存在 于是两个人气味相投就结成自己了 段归章听史日如有点埋怨的意思 笑到笑他就说 师兄啊 小弟今天来迟有个道理的 史日如就问了 却笑为何呢 段归章微开眼笑 哈哈哈哈 内人昨晚刻添到一个娃娃 内人呢 就是他的妻子了 史日如心里头好高兴啊 哦 哈哈哈哈 那真是无毒有偶了 是啊是啊 你生的是男的 还是生到个女的 段归章就说了 嘿嘿嘿 是个年轻来的 咦 你这样问法 是不是嫂夫人也已经分娩了呢 史日如就说了 我添到一个不中容的女娃娃 段归章只笑着说 哈哈哈哈 是我姑娘 那我就更加应该要恭喜你了 史日如一听微微打到个凳 就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师兄 你有没有听闻长安的近时呢 皇上夺到他的儿子 秀皇的妻子杨太珍做贵妃 这个是天保四年的事 杨贵妃好得重 至今不过是三年而已 他的三个姐姐都被封做夫人 上个月从京东传来的消息说 连他的重兄杨国中 也被拜为宰相了 真是一门显贵 无与伦比啊 所以都城之中风气大改 一听闻说有人生女而已 亲戚朋友都争着来道气 人人都说如今的势度是 不重生男重生累了 不显贴到一个千金 那不是当家配恭喜吗 史日如就说 我如果想求功名富贵 你十年来也不会金心隐居在乡下了 我就是因为看不惯小人当道 奸邪满潮 才脱到一顶窩砂帽来的 难道我还会学杨国中 这类卑鄙小人的行为吗 段归章就说 哦 你我相交成十载 难道小弟还不知道你的为人 这样说只不过是说笑的 哈哈 唉 现在风气日怀 各是日非 将来真的不知道会闹成怎么样 史日如就说笑话笑话 简直越来越不像样了 你你你不要理他那么多 我们喝醉他 你他闹成怎么样都好 两个人对喝到几杯 史日如满腹牢骚 只见他拿到一柄如意 敲着张桌就说了 将进走 君莫庭 与君歌一曲 情君为我谈以听 忠古赞容不足归 但愿长醉不以用醒 你百里手势将进走 真是深得我的心爱 当世的诗人 我只是佩服他和老道两个而已 听到他现在在长安 可惜经常被皇帝留在宫中 不是的话 我真的很想去长安见他一面 团归章就说了 师兄 我说你添到千金 值得加倍道起 那也不是笑话来的 你所佩服的老道 不是写过一首兵居行的吗 你手诗写成了之后 诗写成了之后 诗写成了之后 其中就有这样几句 我说 此日而满满地喝到一杯 把酒杯出你一放他就说 移类的事情 我们哪管得这么多呢 对了 你刚才所念的老道那几句诗 引起我一个想法 段归章就问了 什么想法呢 喏 生女游得嫁比论 我们虽然不是比论 也是同村了 难得有这么巧 两个小孩都是在随直一日出生的 我们不如就此结为秦俊之好 未知你以下如何呢 段归章一听就说 好 我一听说嫂夫人听不到千金 早就有这个意思了 只是不敢开口而已 你我肝胆相交 如今又做了亲家 真是再好不过啊 刚好 我身上带到一条玉差 就拿来做定亲之例了 此日如一体 那条玉差不敢当同打到个凳 只见那条玉差十分精盈 竟然是上好的和田美勇 猜头上掀着一粒明珠 保光夺目 看来是一件很值钱的东西 此日如他心想 他何要有这么无价之寶呢 要知道段归章自从迁到来这条村之后 他只是靠 靠一些乡下的少年习武为生 加到清贫 每逢遇到艰难的时节 此日如还不时周祭着他 如今见他拿着玉差为聘礼 自然觉得很奇怪了 不过 他好知道段归章为人好合 屡落光明 虽然觉得有点惊奇 但也不会怀疑他的来励不正 段归章就好像看出史日如的心意 他就说了 是这样的 先祖曾经在静观年间 跟随大将军李静 远征突揭 在和田得到一对玉差 后来论功行上 又得到太宗皇上 赏赐到一对南海明珠 那先祖就请到考手将明珠潜在玉差的上边 免留全家之宝 所以小弟 不管家境多艰难 多困苦都好 都不舍得 买了这对玉差 史日如就说了 哦 原来段归 那是帐门之后来的 却不知 这么正宗十八般武艺了 那对这条玉差的来历 就再没有怀疑了 但是在他的心里头 又产生另外一个疑团 什么疑团呢 身为帐门之后 那是光明的事 段归中何以从来都没有讲到的呢 这个时候 只见段归中 喝到一杯烧酒 他就说了 小弟家务唱什么 就只有这一对玉差 是最值钱最贵重的东西 所以从不离身的 这对玉差 一只雕有龙蚊 另外一只就雕有鳳蚊 就叫做龙鳳寶柴 而今 我就将这只鳳柴 作为另外的片例 史日如就说了 不兴将全家私宝 作为聘礼 这么正宗 小弟实在十分感激 他接过玉差一看 只见这条玉差 大概五寸多长 在玉差场边 果然雕有一只 剪刺高飞的彩讽 神差生动必须 许许如生 好像从在玉差里头 呼之欲出的样 不过因为这条玉差 只有五寸墙 彩讽刻在里头 要很废眼神 才是看得清楚 史日如猛这么赞好 段贵将就说了 请不兴将这只监想 这只龙差 史日如见过这只龙差 认识和逢差一模一样 差头到也缴住一粒明珠 即是当中叼住的 是一条张牙舞爪的金龙 叫得相当精致 段贵将就说 幕下奸人当过 乱象荒芒 将来世道怎样 谁都难以预料 小弟将龙凤差拆散 将凤差作为聘礼 其中还含有一层意思 说到这儿略为惆怀了一下 好像有什么秘技那样 史日如觉得有点惊讶他再问 什么意思呢 我们既成亲家了 还有什么说话不可以说出来的 段贵将就说 吴兄 那是豁达之人 当然 不会因为小弟出言不吉为妓的 我想 将来你我两家 又因世乱分离 他们这对未婚夫妇 也可以各执一差 以作彭聚也 史日如卡卡声大笑话 哈哈哈哈 吴兄你实在顾虑得太长远了 在他心里头暗自想 你我两家同住在一条村 就算是遇到连方世乱 也定然是患难与共的 又怎样会分散的 但他见段贵将说得这么正种 心里头 也不敢隐隐约约 又感觉到一种不祥之笑谱 所以他强作笑颜 冲满着这个沉悶气氛 一边说 一边就将那条龙妻 交回给段贵将 那条逢妻 他自己就好声地收从起来 段贵将就问 小儿还未曾取名 不兴才学广博 麻烦你跟他起个名 怎么办 此日如就笑着话 好 哈哈哈哈 我的龟女都还未曾起名 这个时候 门外边正飘着鹅巫雪花 庭院里头几颗纳梅 正在雪中盛开 此日如喝到一杯满满的烧酒 就笑着话 哈哈哈哈 我最喜欢梅花气氧傲雪 我的龟女就叫他做若梅 停到一会儿他又继续说 紧紧是气氧傲雪都还未曾旧 当今次是奸邪满道 好男人应该能上马杀财 好 我就以这个意思斗胆代令朗起个名 就叫他做黑邪 你怎么办 段龟中又说 好啊 好到急 段黑邪 史若梅 你两个名 你我的折操抱负 都寄托在里头了 但愿他们将来长大成人 不要忘记父母对他们的期望 就在他们两个人 欢笑谈谈的时候 不然间 从外面传来 阵阵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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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ル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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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sirk 正月流流 难道有官差来拉夫精良 我们出去看看 史家里路边不过是几十步远 两个人出大门 探高个头向前一望 见飞沙走射 尘土飞扬 一对官军从村头急奔而来 这对官军夹奏鲜明 印强马装 当先的一斜 挥着一面大旗 用金线授住一个斗大的安子 以免旗迎风飘舞 紧跟着两旗 也各扯着一面大旗 上面授的是官衫 一面是平路折道士 另一面是泛洋折道士 史日如一体 当时扎倒他心想 原来是安六杀 安六杀的名字是当时无人不知 史日如却仍是第一次见到 此前这个人身躯肥大 好像一条肥猪一样 伸村所知黄金格 装模作样 威风凉凉凉地坐在高头大马之上 在前腹后勇之中扬边大喝 骇尔门 你们不用你路上那些左头左势的人 踏死踩死就宣说 快骂隔边 我们今天就要赶到长安 和贵妃娘娘拜年 走 原来去年安六杀到长安 极力巴结杨贵妃 尽管安六杀带过杨贵妃很多 但得到杨贵妃将她收为养子 她得到了甜头之后 所以今年又赶着她和杨贵妃拜年 各位 安六杀这道人 人说经过这条村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就明天才说